美国商务部长罗斯9日表示 将允许美国公司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 向中国电信业者华为销售产品 但华为仍然还在黑名单上 另外关于哪些产品将通过审查等关键问题还有待厘清 美国之音报导 罗斯证实将有条件放松对华为的禁令 他说为了执行两周前川普在G20峰会上的指示 商务部将在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发放许可证 不过罗斯指出华为将继续留在实体名单上 这意味着美国公司申请许可证可能被拒绝 新政策也不会改变需要申请许可证的项目范围 美国总统川普6月在日本举行的G20集团峰会上宣布 如果不涉及国家安全 美国公司将被允许向华为出售设备 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 美国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不可以将商品和技术出售给华为 美国半导体行业正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允许向华为出售非敏感产品 理由是全面禁止将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 在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后不久 商务部签发了临时通用许可证 允许该公司购买维护现有网络的设备 并为现有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 许可证将于8月19日过期 但可能会延期 对此研究公司欧亚集团科技主管特撩洛受访时表示 美国禁令对华为和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的冲击 禁令可能会损害华为的消费者和基础设施业务 还可能破坏5G等先进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过程 他认为这一个禁令带来的全球影响相当巨大 不过罗斯的言论并未明确解释哪些产品将通过审查 路透社员引贸易律师雅各布森表示 业界只能通过提交许可证申请的方式 确定哪些类型将被批准 川普政府希望通过放松对华为的限制来促进美中谈判 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 尽管美国政府不会购买华为的零部件 但允许私人部门交易 他说就私人市场而言 这称之为普通商品 美国已经打开了大门 商务部放松了许可证要求 因为不会有国家安全影响或后果 他还表示没有时间表来确保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 这是美国愿意放松对华为限制的关键 如果中国未能遵守承诺 或者贸易谈判遇到新的障碍 川普政府可能改变对华为的决定 华为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要求 中国商务部四日敦促美方 应尽快落实允许美气向华为出售商品的承诺 不过川普政府的表态也引发了国会两党的批评 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将华为用作间谍工具 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因此不应将华为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南卡莱罗纳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 格拉罕姆曾表示 将华为用作与北京贸易谈判的筹码 将会遇到很多阻力 佛罗里达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则称 将引入立法阻止政府将华为从实体名单中剔除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纽约州国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 也强调川普支持华为的举动 可能大大削弱美国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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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